2018年已经到了尾声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香港跨年 准备观赏绚烂的烟花慧眼 香港市民和游客都表达了对全年的总结和明年的展望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2018年最开心的事 当然是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出国 2018年开心 我们时时去旅游 生活水平也好 加了公主给我们 2018年最开心的就是我儿子到我身边 然后生活没有再这么沽躁 每天都有 一起玩就比较开心 最开心就是退休以后 可以背着相机到处走走 拍祖国的大好河山 然后感受祖国的美好 2018年最开心的就是和我们一群小伙伴 我们这个小旅行团一起去了 去了祖国的很多个城市 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今天来到香港也特别的开心 最开心的当然是跟我的男朋友修成正果成结为夫妻关系 2018年最开心的事是自己换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还是比较符合自己期望的值 然后也是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 可以找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点吧 2018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然后我们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小孩成家了 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事 这一次我能带我母亲和我们家人到香港来转转 跟港主要大家通车的便利 跟我们带来便利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受益的 我们来也非常方便 就是港珠澳大桥通车 就拉近了大湾区这个生活圈 2018年最大的事 大件事就是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 联系了港澳内陆的同胞的联系 希望大家以后赶往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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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雄安新期的纲要正式批复 缓解了北京的压力 带动了河北的经济发展 这个2018年是祖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 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 都是特别开心和自豪的一件事情 印象最深的国亚大市就是个税标准的调整 然后我们就可以交更少的税了 生活福利更好了 这一点我觉得跟我的生活是最息相关的 我是来自北京交流大学的 然后主要的专业就是铁路运输方向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广深港高铁的开通 2018年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最近的一个新的政策 比如说是提高了那个税收的起征点 那我觉得这件这个政策一出台的话 可能是对许多这个群体 我们比如不管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 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 就关系到这个国际名声 大家都挺开心的 对于我们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住在珠海 所以港珠澳大桥的通车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2019年最想的事就是 都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跟着就世界和平 2019年又想买房 2019年最大的望就是全家身体健康 工作神神利利 大家在 我我我我我我我刚刚 期待2019年 祖国越来越强大 我们幸福美满 然后今天有幸来到了那个香港探望朋友 和和朋友一起持就迎新 过新年 2019年的话呢 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2019年最期望生一个健康的小宝宝 2019年的愿望 希望大家就全家人身体健康 然后平平安安 然后希望家里人的事业能够节节高升 最希望可以跟朗哥一个宝宝 希望甚至加薪 希望我小孩的话和我媳妇的话 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啊 得到小宝宝我们是最期望的 都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